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神的圣所 今天是安息圣日 是神特别赐福的一天 如同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特别称赞一个女子玛利亚 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这个福分是外人无法剥夺的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福分 神必把它丰盛的恩典之爱 来赏识给我们所有的众人 上午的安息日聚会 小弟以彼得了改变作为我们互相的学习 小弟用彼得的改变来作为大家合上的学习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从不懂的时间点来捲选我们的 而在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 必会遇到许多的困难 而当我们面对在这样的困难当中 我们是如何去面对呢 甚至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甚至是我们在软正当中 我们该要如何重新得理 今天就借着主耶稣的门徒 也就是西门彼得 从彼得的改变当中来作为我们互相学习的对象 对彼得的改变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 彼得的改变 关键在于五旬节 这个关键是在五旬节 所以小弟就以五旬节来作为一个分界点 所以小弟用五旬节来作为一个分界 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五旬节前彼得 他的信仰表现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五旬节 正前彼得的行为是如何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章节 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六十八节到六十九节 新约圣经的一百三十五页 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八节六十九节 六十八节六十八节 新闻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六十九节六十九节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我们这边特别谈到 在这个地方 主耶稣问他的十二个门徒 主要说问他十二个门徒 你要与众人同去吗 你要跟正人一起去吗 因为当时主耶稣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因为当时主耶稣在团福音的时候 讲到这个地方很多人没有办法认同 也没有办法去接受主耶稣所讲的 因此六十六节这边谈到 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 后来主耶稣就问他的十二个门徒 你们也要和他们一起退去吗 此时我们就看到西门彼得 彼得回答说 主啊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他回答说 主啊你有英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还谈说你是神的圣者 说到说你是神的圣者 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那边谈到 在马太后面十六节 十三节到十六节那边谈到 彼得认识主他是基督 彼得他认识主他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是神的儿子 我们就发现彼得他很认识主耶稣 所以我们发现彼得他很认识主 他所讲出来的话 哇很有信心的话 他讲出来的话都是很有信心的话 这个不是一般人可以讲的话 所以不是一般人可以讲的话 但是这时候的彼得他真的很有信心吗 但是这个时候的彼得他真的有信心吗 其实我们从 四福音书当中可以发现 其实我们对书福音当中可以发现 在五旬节之前的彼得 他的信心是非常软弱的 在五旬节之前的彼得 他的信心是软弱的 那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的十四章 二十二到三十一节的这一段事迹 我们可以对马太后院十四周 二十二十 那边的这个事迹 从这一段事迹我们就能够发现 对那样的事迹我们发现 彼得他真的很软弱 彼得真的很软弱 因为在当时 因为在东西 他们正在船上 后来看到主耶稣走在海面上 以一般人的眼光来看 对一般人来说 人怎么可能会走在海面上呢 因此他们认为是鬼怪 所以他们就害怕 他们就尖叫 但是此时主耶稣就回答 这时主耶稣就对他们说 放心是我不要怕 主耶稣就对他们说 放心是我不怕 当彼得听到是主的声音 当彼得听到说是主的声 彼得做什么动作呢 彼得做什么动作呢 彼得就对主说 彼得对主说 主啊如果是你 主啊如果是你 让我与你一样走在海面上 走到你那里 我可以走到水面上跟你同样 彼得相信 彼得相信 主耶稣能做的 主要说可以做的 那主耶稣愿意 我也可以做 那是主要说 愿意我也可以做 我们就看到后来 主耶稣答应了 我们看到后来主要说答应 彼得真的是在海面上行走 彼得真的怕在海面上 哇彼得真的很有信心 彼得真的有信心 但是他的信心真的很充足吗 但他的信心是成熟的吗 接下来我们就发现 后来我们发现 彼得只因见风盛大 彼得因为看到风浪很大 因为环境的一个因素 因为环境的一个因素 因为外在的影响 因为外在的一个影响 让彼得胆怯了 让他软炸了 胆怯之后所得来的结果是什么 软炸之后 滴滴的结局是什么 彼得就要沉到海底 他就沉下去了 这时候他就呼叫主啊救我 那时候他就呼叫主啊救我 此时主要说立即抓住彼得的手 这时候主要说抓住彼得的手 甚至呢责备彼得 甚至来接彼他 说你这小信的人 说这小信的人 也就是说你这没有信心的人 你已经走在海面上了 你还惧怕什么 你已经走在海面上了 你还惧怕什么 虽然彼得他可以说出 感觉上很有信心的话 虽然彼得他说出 感觉很有信心的这个位 但是呢当患难面临的时候 但是当患难来临的时候 却还是退缩了 他开始挽回来了 却还是显示彼得他信心的不足 小弟就提出几点彼得的软弱 小弟就提出几点彼得的软弱 首先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 修行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节 十六章我们从二十一节 看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看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 济师长 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二十二节 二十一节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识 只体贴人的意识 这边特别谈到 在这里特别说到说 主耶稣责被彼得 主要说这被彼得说 不体贴神的意识 他没有体贴主的意识 只体贴人的意识 只体贴人的意识 在这边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主耶稣说 他即将要被杀 被害的时候 主要说他要去杀害时 其实彼得是站在 一个人情的一个方面 彼得是站在一个 冷静的方便 看到了自己的长辈 即将要被杀被害 看到自己的中辈 要被害了 以我们人来说 以我们人来说 我们一定是不舍 我们一定是不敢 我们一定是不想要 让这件事情发生在 我们尊敬的长辈的身上 这是人之常情 这是我们的本情 但是站在神的事上 但是站在神的意识上面 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工作 这是一个救赎的一个经过 是不能阻挡的 是不能阻挡的 你一阻挡 我们人就没有办法 再有这个机会 重回到神的爱中 你如果去阻挡 人就不能回去要主的爱中 当时的彼得不懂 当时彼得不懂 因此耶稣责备 所以主要说这笔意 你要体贴神的意识 你要体贴神的意识 不要体贴人的意识 不能体贴人的意识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 他是很体贴人的一个意识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 彼得是很体贴人的意识 在信响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信心还是不足的 在信用的过程当中 他信心还是不足的 那第二个小调提出 第二点小题要提出 要马太福音的26章 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的26章 从69节到75节这一段 马太福音26章 这一段是彼得 他三次不认主 这段是彼得三次不认主 其实在之前 职业书已经说过了 说门徒会因为他而跌倒 说门徒会因为他而跌倒 彼得怎么说呢 彼得怎么说呢 彼得说众人 所以因为你的缘故跌倒 我永不跌倒 彼得说 别人会跌倒 我永远会跌倒 甚至在路加福音的22章 那一边提到 神祭里 路加福音22章 那边谈到 22章33章 那边谈到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间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主啊 我是 如果是跟你 做那路加 做那受死 也是甘愿的 哇 彼得说话 都是让人家觉得 好有信心的话 彼得说话 都让我们感觉 他真有信心 别人跌倒 我永不跌倒 别人跌倒 我永远会跌倒 我就是同主耶稣 你下间受死 也是甘心 我是跟主要说 路加 受死 我也甘愿 哇 多么振奋人心的 一句话 是想 结立人的一句话 但是患难来临的时候 但是当患难来临的时候 彼得 他不跌倒吗 他也跟着 其他的门徒一样跌倒了 他跟其他的门徒一样跌倒了 甚至呢 在这过程当中 还三次不认主 神祭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三次无人主 回到马太福音的26章 从69节这段事迹看到 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的过程 彼得他三次无人主的过程 第一次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第一次他说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第二次被认出的时候 第一次被认出来的时候 是不承认又启示说 我不认识 第三次被认出来的时候 第三次被认出来的时候 彼得却是发奏启示 第三次他就发奏启示 彼得三次不认主 是一次比一次还要恶劣 彼得说话很有信心 但是呢 患难来临的时候 但是患难来临的时候 却还是退缩了 第三个小调提出 第三点小调提出 当主要书被认死在 十字架上之后呢 彼得就做什么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 来看第三节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节 新约圣经的一百六十页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节 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三节 三节 三节 新门彼得对他们说 我打鱼去了 他们说我也和你同去 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 那这一段我们可以发现 当主耶稣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彼得又回到自己以前工作的环境 彼得又回去进行做工作的这个地方 回到了提皮尼亚海边 也就是家里厉害 就是家里厉害 他以前主耶稣捲选之前工作的地方 主要说竞争鱼的时候 他做工作的地方 又回去捕鱼 又回去捕鱼 他忘记了主耶稣还在世的时候 提醒了他的门徒们要为主来传福音 当主耶稣不在的时候 他把主耶稣的提醒都忘记了 回去做他自己原本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发现在五旬节之前的彼得 或许在他的说话方面 非常的有信心 但是在真正的患难来临的时候 却没有那个信心来去面对 却还是软弱了 还是逃避了 所以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要去省私的一个过程 当五旬节的时候 我们却发现彼得他却是完全的改变 为什么彼得他会改变 而且彼得的改变是判若两人 关键在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章的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这个是主耶稣的应许 这是主要所谓的应许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八节 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这边特别谈到 这特别讲到 主耶稣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 主要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得着能力 再来为主耶稣传福音到全地 为主要说传福音到全地 所以彼得的改变 所以彼得的改变 关键就在于五旬节的圣灵降下 关键在五旬节时圣灵降落 而且在二章四节这边谈到 是被圣灵充满 当彼得得到圣灵之后 一样当面对患难来临的时候 彼得不再像他之前一样软弱逃避 反而彼得有那个勇气 有那个能力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患难 我们发现当五旬节之前的彼得 他是体贴人的意识 不体贴神的意识 但是呢 当得圣灵的彼得完全地改变 彼得就完全顺从神的旨意 彼得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不再体贴人的意识 不再贴贴人的意识 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二十八节二十九节 使徒行传的第十章 二十八二十九节 二十八节二十八节 就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 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 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 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 二十九节二十九节 所以我被请的时候 就不推迟而来 现在请问 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识呢 这边特别谈到 在这个地方是特别谈到 福音开始往外邦人来传 福音开始对外邦人传 彼得就把这个福音来传给哥尼流 彼得将这个福音传给哥尼流 那在去之前我们就发现 你要去正前让他发现 神先让彼得看见异象 先让彼得先看到这个异象 彼得正思想的时候 哥尼流所拆派的人 就来到彼得的门前 彼得在想的时候 哥尼流派的人已经到门口了 来寻找彼得 后来圣灵也只是彼得与他们同去 后来圣灵也只是彼得说 跟他们一起去 去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是要往外邦人的地方去 去的时候才发现是 往外邦人的地方去 刚刚我们所谈到的这个经文 犹太人跟别国的人亲近往来是不合理的 甚至呢 甚至呢会让其他的人 别人别的国是不相往来 虽然呢 犹太人跟北国的人是不合理的 但是呢 既然是神的指示 但是既然是神的这个指示 彼得说我就不推迟 我就来了 彼得说我就没有提示 我就来了 我们就发现彼得的改变 我们发现这个彼得的改变 彼得的改变是180度的转变 他的改变是完全的改变 原本只体贴人的意思 原本是记忆贴人的意思 但是呢 德圣灵改变之后 但是他这个性灵改变之后 却是顺从神的旨意 他确实顺从神的旨意 纵使外人有其他的不好的一个言论 虽然其他人有这个不好的这个言论 他也不在乎 也不放在心中 彼得只在乎神的旨意 以及在乎神的旨意 神要我做我就去做 神要我做我就去做 哇 彼得完全的改变 彼得是完全的改变 那第二个 第二点 刚刚谈到彼得原本他三次不认主 刚才说彼得原本是三次不认主 但是呢 当彼得得圣灵改变之后 但是当彼得的圣灵改变之后 却是勇敢的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这边谈到 门徒们得圣灵 《使徒行传》第二章 这里说到门徒得到圣灵 后来呢 门徒都说方言 来门徒都说方言 让别国的人听来 哇 他们都在讲我们的话 甚至呢 是在讲述神的大作为 但是呢 十三节这边谈到什么呢 有人还蹊跷他们 甚至呢 还说他们是醉酒的人 此时的彼得 在这个时候的彼得 他听到了众人的这样的一个 不好的言论 他听到 正人这样不好的说话 彼得不再退缩 他不再退缩 十四节以下我们就看到 彼得就勇敢的站起来 来为主做见证 为主要所来做见证 三十六节谈到 被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请你们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勇敢的见证主耶稣 甚至呢 被抓到工会 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 那他们会被抓到工会 乃是因为在第三章有谈到 彼得医治了鞋腿的人 那彼得被抓到工会之后呢 就见证这个鞋腿被医治的人 是靠着谁的能力呢 在第四章的第十节就特别谈到 第四章第十字架上说到 是被你们所定的十字架的 那个耶稣的名 是因为你们所定 是否就定这个耶稣的名 让这个鞋腿的能够得到痊愈 哇 我们看到彼得 遇到这样的一个患难的来临 不再像他之前一样 三次不认主 甚至呢 很勇敢的来见证耶稣基督的名 甚至在《使徒行传》的十二章 在《使徒行传》十二章 那时候主的一个门徒雅各被杀害 甚至彼得被抓去下肩 彼得也被抓捏楼家 甚至呢 逾越节之后就要被提出来处理 在有几个月之后要抓出来捏楼家 这时候彼得是攸关性命的一个威胁 这时候彼得是攸关性命的一个威胁 但是我们却发现 彼得在家里面 却是很安然的在睡觉 为什么他能够安然的在睡 为什么他能够安然的在睡呢 因为彼得他相信 他是为主的名被受迫害 所以他也愿意来为主 接受这样的一个患难 因为得到了圣灵 圣灵充满在他的心 所以彼得明白神的旨意 所以他遇到这样的一个患难 他就不再退缩 不再胆怯 后来呢 神就差派天使 把彼得救出监里 甚至呢 十二章的十七节后半句 这边谈到 出来之后又往别处去 别处去去哪里 继续传耶稣基督的名 哇 彼得的改变 的确真的是判若两人 那在之前有提到彼得的软弱 那在之前有提到彼得的软弱 我们来看加拉泰书 我们来看加拉泰书 加拉泰书的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这边谈到 彼得成为教会的助食 彼得正做教会的挑战 原本是只做自己的工作 本来只是做自己的工作 但是呢 得到圣灵之后 却成为教会的助食 在十如行传的第五章 第五章那边特别谈到 彼得他行了一个审判 彼得他走到一个审判 什么样的一个审判 是专用的审判 我们就看到亚拿尼亚夫妇的一个欺骗 彼得呢 看出了亚拿尼亚心里充满了撒旦 为什么彼得能够看出 这个亚拿尼亚说谎 因为彼得有圣灵 且被圣灵充满 所以圣灵告诉彼得亚拿尼亚说谎 所以当时利息做了一个审判 那在十五行传的第六章 第六章这边是谈到 因为门徒迅速的增多 甚至在攻击上面 让部分的人缺乏了 但是呢 使徒的工作是什么 要专心祈祷传道为事 是专心在团后院上面 这些饭食的事 他们没有再多余的能力再去管 于是呢 就在这边立下工人 立下七个工人来管理饭食 这个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在生活当中来执行出来 这都是借着圣灵的能力 来实行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改变 所以我们看出彼得的改变 关键就在得到圣灵 而且呢 不仅仅得到圣灵 且是被圣灵充满 所以彼得他也提醒了自己 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第五章 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第八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 八节我们看到九节 第八节我们看到到第九节 新约圣经的三百四十页 先有圣经三百四十人 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八到九节 彼得前书五章第八节到第九节 八节 第八节 不要紧守紧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 遍地游行 寻找可吞吃的人九节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 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我们这边特别谈到 这要特别讲到 物要紧守紧醒 虽然得到圣灵 虽然得到圣灵 但是我们还要紧守神的真理 我们还要紧守神的这个圣灵 我们还是要紧醒祷告 我们要紧醒祈祷 为了就是要让我们的圣灵 随时保持在充满 让让我们的圣灵随时穷满 那有一个弟兄 他这样子做见证 有一个兄弟这样做见证 他当时在读书的时候 是在学生中心住宿 他在讨厌时住在学生中心 后来毕业之后就出去工作几年 他毕业之后出去做工作几年 后来有一个教会的信徒这样提醒他 后来有一个教会的信者来提醒他 这个信徒就对这个弟兄讲 你出来工作几年之后 对于说你出来做工作几年之后 我发现你变了 我发现说你改变了 这位弟兄在想 这个兄弟这样想 我到底变了什么 我是都为改变 这个信徒就继续接下去 这个信者他继续说 他说你的脾气变坏了 他说你的脾气变坏了 甚至别人的一句话都能够让你生气 甚至别人的一句话你就能想起 但是你以前住在学院中心的时候 但是你以前住在学院中心的时候 你是大家公认的好好先生 你是大家都觉得你这个人真好 是完全没有脾气的人 你是没脾气的一个人 但是呢你离开中心之后 但是你离开之后 工作了几年之后 你吃头肉几年之后 却不再是住在中心的你那个样子 就不是以前的这个礼 后来那个弟兄在自己反省 哇他说的确真的是这个样子 他说今天是这样 现在人家动不动说几句话 现在人家说几句话 只要不顺他的意思 只要不顺着他的意 他那个暴躁的心就很快就爆发出来 他这个薄草的心就爆发出来 他回想在学院中心那一段时间 甚至那时候有一起住在学院中心的姐妹 因为从来没看过他生气 所以住在学院中心的这几年当中 想尽办法就要激这位弟兄生气 要看看他生气的模样 但是始终都是失败 这位弟兄在想 为什么我那时候的脾气会那么好呢 他发现 原来他住在中心的那几年 除了中心所安排的灵修课程 找岛丸岛以及灵修课程之外 他也为自己定了一个灵修的目标 他每天都利用救寝之后 自己来祷告 自己来读经 而且在中心的期间是持续的 也因为读神的话语 也因为一直在祷告当中 所以能够让他的一个脾气 都保持在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就是不会发脾气 甚至这个弟兄想到 有一次 几乎都是同一个姐妹 一直在刺激他 刚好那一天 他心情不是很好 他坐在学院中心 一楼的大厅的椅子上面 因为那个弟兄 他当时心情已经是很低落 他就安静地坐在椅子上面 哇这个姐妹就出现了 想说我要再找方式 要看你生气 所以就想尽办法说很多的话 要来刺激这位弟兄 所以就想办法说很多话 要来刺激他 结果那一天真的 那个弟兄真的被激到了 那天这个兄弟真的被激到 那个弟兄也忘记了这个姐妹讲了什么话 那个兄弟也不记得那姐妹说了什么话 他一讲到那句话的时候 哇他非常的生气 说到那句话之后他就很生气 后来呢他就要站起来去骂这个姐妹 他要站起来去骂那个姐妹 后来这个弟兄他一站起来的那一刹那时 第一站起来那个时候 不到一秒的时间 不到一秒的时候 这个弟兄站定之后 这个兄弟他站上了 他就在想我要做什么 他站起来想说我要做什么呢 那个气不见了 那个气消了 那个姐妹吓一跳 那个姐妹的害怕一条 他又惊又怕 因为他怕那个弟兄要骂他 但是又很高兴又可以看到 终于看到你生气了 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所以这个弟兄就回想 哇原来读神的话语 然后再借着祷告 真的能够让情绪能够保持在最佳状态 让我们的情绪能够一个很好的状态 情绪管理达到最高潮 让我们的情绪的管理能够最好 纵使这个怒气出现了 纵使这个警署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在很短的不到一秒的时间 对 也是在这个底底不够一秒的时间 不过是从坐着到站起来的 这个短短的时间 对坐着到站起来的这个时间 气就消了 他的气就消了 所以这个弟兄就 哇非常感谢这个信徒 给他的这个一个提醒 所以这个兄弟 感谢这个信价 给他的这个体制 这个弟兄不是没有圣灵 这个兄弟不是没有圣灵 那为什么他之前能够做到 之后做不到呢 为什么他之前能够得到 能够做到 后来做不到呢 我们在看到彼得的改变 我们再看到彼得的这个改变 关键就在这个圣灵 关键是这个圣灵 更重要的就是要让圣灵保持在充满 更重要的是 让这个圣灵能够抢 我们不要认为我们得圣灵就好 我们不能想我们得到圣灵就好了 所以每次在祈求灵恩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在祈求灵恩的时候 我们的长者传道特别的劝勉 我们的中期团队特别的宽便 没有得圣灵的 一定要来求得到这宝贵的圣灵 我们没有圣灵要来祈求圣灵 因为圣灵是要帮助我们的 因为圣灵是要来帮助我们的 但是得圣灵之后呢 我们更是要努力的来祷告 让我们这个住在里头的圣灵 随时保持在充满的状态 得到圣灵得着圣灵 这个是神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 这是主要说给我们的应许 但是我们必须要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执行出来 但是我们必须要实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执行出来 借着彼得的改变 这就彼得的改变 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就发现了这个应用的事情 圣灵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那得到圣灵之后 我们更需要继续的保持圣灵充满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尤大叔 我们来看尤大叔 尤大叔的二十节二十一节 尤大叔二十节二十一节 新约圣经的三百五十四页 尤大叔的二十节二十一节 尤大叔二十节二十一节 二十节二十一节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保守自己 藏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这一段经节谈到 我们要如何能够像彼得这样子的完全的改变 我们必须要以真理为基础 我们要以真理为基础 我们要有读经的生活 更重要的就是要在圣灵里祷告 保持我们圣灵随时的充满 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这个保守自己是一种行动 如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那边所谈到的 不要单单听到 我们还要行出来 我们若能够把神的福音实际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行出来 我们就必然得福 所以借着彼得的改变 让我们来学习 圣灵的重要 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在里头的圣灵 随时保持在充满的阶段 随时保持这个穿满的状态 我们就必从神那边得着能力 彼得也是跟我们一样 彼得跟我们一样 彼得跟我们一样 彼得可以做到的 彼得可以做到的 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 也能够如同彼得一样 也能够像彼得一样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能够与主更亲密 可以够更亲密 那今天的正道就到此 相信我们的政党到此 感谢观看